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19号 农历假成年5月14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 赖清德上任一个月声望重挫 流失200万人支持 两岸民众相聚福建东山共庆官地文化 台湾地区已有65个政党遭废纸备案 美国受台导弹延迟交付严重 近期又通过3.6亿军售案 海峡两岸媒体人走进 白牦牛故乡主题活动在兰州启动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台湾民意基金会18号公布最新民调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声望 相较上个月重挫9.8个百分点 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 在台湾一个百分点代表19.5万人 10个百分点代表近200万人 赖清德上任不到一个月流失近200万人支持 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游盈龙表示 赖清德上任第一个月 只获不到半数台湾民众的支持 其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是全面性的 他指出 根据相关经验数据 近一个月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 主要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 台内务问题难解 近期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 造成民进党与其他党派关系紧张 立法机构意识冲突频传 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 让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冲突浮上台面 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 导致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第二 议程设置失灵 新日领导刚上任 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 欠缺议程设置能力 没有展现其领导能力 无法主导政治议程 反而任由蓝白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第三 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 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 尚无量力表现 再加上若干部门状况不少 旅程媒体议论焦点 导致民进党当局声望大幅衰落 6月18号 第33届海峡两岸官地文化旅游节 在福建漳州东山开幕 吸引海内外官地信众 企业家 艺术家等各界人士 1500余人参加 官地信仰文化远远流长 是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俗 彰显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血脉相连 福建东山官地庙 是中国四大官地庙之一 也是台湾众多官地庙的香园祖庙 每年都有大批台湾信众 前来进香祭祖 此次参加官地文化旅游节的 台湾嘉宾近千人 为近年来参会台胞人数之最 在参与活动的台胞看来 台湾与东山地缘相近 语缘相通 血脉相亲 文缘相成 神缘相合 这里的浓浓相音 权权相情 让它仿佛回到另一个家 据悉 活动期间将举办 海峡两岸官地文化旅游节 民俗采接活动 两岸同会 落笔生花笔友会 两岸同球 一锤定音 锤球交流友谊赛 两岸同源 天下观光 青年文化创意大赛 等12项活动 来关注岛内新闻 台当局内务主管部门17号晚通报称 至今已有65个政党因违反相关规定废止备案 根据台湾地区有关规定 政党连续四年未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 连续四年未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 备案后一年内未完成法人登记者将废止其备案 台湾地区自开放党禁后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一时有超300多个 台当局后于2017年底修订相关规定 要求政党不得连续四年未退出人选竞选公职 引发岛内政党解散潮 据统计半年里岛内就有23个政党解散 于2024年3月2号解散的台湾维新党创党人苏焕志感叹 小党经费有限 难以吸引年轻人才加入 党务活动与选举都需要资金 生存十分不易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对美军购1700枚陶式导弹 100套发射系统原定于2022年开始交货 但迄今零收获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力雄 17号上午赴台立法机构做专案报告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进度及运行成效 以及秘密报告机密项目预算需求 并被质询 针对有民意代表关切对美购买的陶式导弹 迄今尚未交付一事 孤立雄达询指出 陶式2B导弹案属于三项对美军购的重大延档案之一 原因是刚开始出场时 导弹经美国陆军测评未通过 但目前已通过测评 年底前将全数交货 据了解 今年2月 美国众议院一个议员小组曾公布对台军售报告 其中提到台湾地区有19项已获美国国会批准的军售案尚未完成 总额达220亿美元 但要到2027年或更晚才能交付 有些军售案甚至未指定预计交付日期 另外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当地时间18号宣布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两批 共约3.6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 进行知会国会程序 据悉 这批对台军售内容主要包括弹簧刀导弹系统和无人机等 最后再来看一条荣荣关系列新闻快讯 为全面展示甘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龙台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龙台经贸文化交流月 说如意甘肃 海峡两岸媒体人走进白牦牛故乡主题活动 于6月19号至23号举办 活动由甘肃省委统战部 省台办共同主办 多名两岸青年 媒体记者等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 旨在通过两岸媒体人的深入报道 全面立体地展示甘肃在现代化建设 龙台交流融合 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丰硕成果和独特亮点 通过实际探访 让台湾青年更加直观地感知甘肃的历史文化魅力 现代发展成就 吸引更多台青台商来甘肃学习生活就业投资 进一步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by bwd6